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晚上好 这一期呢,我主要和大家来讲一讲 武统台湾,武统台湾的这个情报搜集 就是台军的总兵力部署 以及它的战区是如何划分的 那主要作战部队是部署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如图所示 那么这张图呢 也是在网上大家可以找得到的 仔细找可以找得到 那么这也是我方情报人员 以及这个卫星侦察所取得的结果 还有就是一部分是台湾它自己公示出来的 那么对台湾的所有的军队 其实解放军情报人员已经是摸得一清二楚 非常清楚 因为在台湾有大量的军方间谍人员 谍报是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手段 还有就是侦察 这个咱们的北斗卫星相当厉害 可以就是 就是比如说他的台湾人他戴了一个帽子 帽子上面有一个帽灰 他可以用卫星侦察得到 就是你吃的那个口香糖上面的字 也可以给你扫得到 所以我们的这个政场内力是非常强悍的 那么台湾呢 这个兵力呢我和大家先简单的做个介绍 台军总兵力21.5万人 分散部署于台湾本岛外岛和离岛等重要区域 现将台军的部署情况介绍如下 那么一时陆军部署 陆军实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陆军现在呢一共有三个军团 三个军团 那么四个防卫指挥部 四个地方指挥部 四个装甲旅 三个机械化步兵旅 三个炮兵指挥部 有一个炮兵群 两个航空旅 一个特战指挥部 总兵力呢约十万人 是海陆空三军之中人数最多的 那么陆军的主要任务呢 是所谓台彭金马地区 平时驻守台湾本岛外岛各要点 执行应急应变作战 与灾害救援等任务 战时联合海军空军 遂行以抗登陆作战为主的防卫作战 根据作战需求 陆军可分为战斗部队和战斗支援部队 战斗部队是指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 包括步兵 包含这个徒步机械化和空降步兵 装甲兵骑兵 含乘马乘车 装甲和空中骑兵 以火力与机动 杀伤或俘虏敌人 夺取并控制地区 战斗支援部队 是给战斗部队以作战支持的部队 包括炮兵 含野战 防空炮兵 以及导弹部队 陆军航空兵 化学兵 听到没有 这里有个重点 是化学兵 工兵 通讯兵 运输兵 宪兵级 正战部队 那么 二 陆军根据作战区域和部署呢 主要就是台军将 台 这个 澎湖 金门 妈祖地区呢 划分五个作战区 和金门 妈祖地区 防卫部 陆军和相关兵力 部署如下 第一战区 我这边就简单的就是给大家念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给大家就是到时候发个链接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因为咱们的节目的时间有限 如果光是念这些枯燥的这个 这个情况呢 是我觉得是意义是不大的 大家可以去念一下 就是我来 就是说告诉大家我自己的解读 就是说 它的这个第一战区 就是澎湖 金门和妈祖这一带 它是有这个化学 冰脸的 包括第二战区 大家想见这个小的 就是一 看到没有 就是在那个左下 在左下角 我已经给大家画好了 一二三四五个区域 分为它这个 第一作战区 第二作战区 第三作战区 和第四 第五作战区 它这个第一 第三 第四 包括第五 它都是含这个化学冰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为什么 昨天有网友 他这个问我 他这个 问我 他说 五月份 就要开打了 就是川普呢 他不可能等到这个 他说现在是 美国实力最弱的时候 不可能等到那个冬季 他说五月份就开打了 其实呢 那你的想法呢 我觉得是很 很好的 就是 迫切想收复台湾 我和你一样 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从军事常识上来讲 我那个视频当中 昨天那个视频当中呢 我也和大家说过 你仔细听就听得出来 我说过 东部战区 包括我们武警部队 它 我们每个 连队 都会配备这个防毒面具 但是你像在西部 或者是北部一些战区 他是不配备这个东西的 就是打发他 正规的这个 解放军的这个战区的部队 他是有的 但是武警他没有 因为我说过了 到时候进攻台湾的话 东部战区这一边的武警 他也是 就是留一半是驻守在 自己的这个业务岗位上 还有一半 他是抽调到陆军 或者是 就是编成一个独立的一个 战斗的一个师级单位 或者是旅级单位 那么 武警他就是进入城市当中 他是这个反恐特种作战 是非常擅长的 我们武警 包括我们在部队里练的 这个近身格斗 以及这个射击 都是属于轻型化装备 非常有利于城市巷战 所以说 武警到时候也会参战 那么 为什么要配备防毒面具 我 昨天也说了 因为台军 台独分子 包括 就是老蒋那个时候 他们就是退出联合国 他不在这个 禁止化武 这个体系当中的 他是 名 就是 有这个 部队番号 他就是名的 他就是有化学 冰联的 化学冰营的 主要就是 部署在 金门 就是离厦门很近的 那个金门岛 马祖岛 连江县 然后还有就是 澎湖这一带 就是说 五月份呢 可能你不是生活在 东南地区 你不太清楚 就是我们生活在 沿海东南地区 沿海这一带 包括 广东啊 福建 浙江啊 江苏啊 上海这一带的 网友呢 肯定会比较清楚 每年 东南风就从 四月底就开始吹了 就是东南风 一直会吹到 十月份 都是东南风 那么从十月份 下旬开始呢 由于这个受 西伯利亚 寒潮的影响 那么 就是 吹的是 西北风了 如果说你 五月份去进攻的话 他台 台军在这些 离大陆 人口密集多的 这个金门地区 澎湖地区 只要他这个戒子武器 装在这个导弹弹头上面 打过来 你就算把它拦截下来了 但是你的这个戒子器 包括杀灵毒气 它就在空气当中 流开来了 那么会对这个 人民群众的 这个生产和生活秩序 就是 生命造成相当大的 威胁 虽然说大家 就是可以安排进防空洞 或者在家里 待着关上门窗 但是 也是有影响的 也难以保证 因为毒气 它会对人造成 这个身体杀伤 净着残毁 重的就直接就要命了 知道吧 所以说 因为每年呢 我们在部队内部呢 它有很多军事演习 重大军事演习 每年都会搞这个 剃倒 就是这个台海的 就这个代号 剃倒的这个军事演习 就经常是针对这个台湾的 所以说 我呢就是 说是冬季进攻 因为我现在呢 也已经和这些战友联系不上了 因为进入到战前准备 撞人态当中 肯定是一级战备 那么 台湾呢 这场战怎么打呢 我在以后的这个视频当中 我会跟大家说清楚的 那么 我现在就来介绍 这个台湾的这个 五个 主要的这个 这个战区啊 作战团啊 作战区 它是怎么划分的啊 那么 大家来可以看这张小的啊 这张小的 就是说 它第一的话 第一作战团 它是 看到没有 它就是这个 呃 澎湖啊 到这个金门 包括连江 马祖这一带 这一带 它主要就是部署这些 就是炮兵啊 以及这个 呃 陆军的步兵 还有就是化学兵啊 它会在这一带 所以说你看啊 你看 这边 这边啊 它离大陆夺近 它放这个毒气 你风一吹 你就过来了 因为打仗 它是 要讲究这个 气候 还要讲究这个水文条件的 比如说 在台海这边 它每年有寒流 有暖流 这个洋流 它经常改到的 你潜水艇 就是说 跟这个水文条件 非常有关系啊 如果说你这水文条件 突然间改变了 因为你海底的地形 也是经常会变 可能你 这个礼拜 你去这一块 地区 它是这个地形 可能下个月去 就不是这个地形了 知道吧 所以说 这个战争啊 它是有多方面因素的 那么这是第一作战区 这是第二 第二作战区 就是以这个和平 这个叫和平西 和平西以南 这叫大珠西 大珠西以北 然后这个是中部山脉 以及这个外边这个蓝羽 和这个绿岛啊 这一代它是防武 这一代它是没有部署 这个化学武器的 因为这个风向 如果说你下几天 风向它是往这个地方吹 会对花莲跟台 台东市民 就把就被它搞死了 那么 这个第三呢 它它是以这个 它是以这个和平西 以北 和平西以北 然后这个叫 厚龙西 厚龙西 它是台湾的 这个叫苗栗县的 就是把苗栗县 这个就叫厚龙西 它是把苗栗县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然后这个以北 以及外边这个离岛 什么这些彭嘉宇啊 这个 这一片 它是 为这个 第三 这个 作战团 那么第四呢 第四呢 它是这样的 它是以大珠西 大珠西以南 然后这个 包括这边 有一个叫 叫琉球乡 这边 琉球乡 然后这边呢 它是以这个 巴掌西 巴掌西呢 它是这个 台南和这个 嘉义的 这个 蟹的分界河 就是在这一边 然后是台湾山脉 中西部 就是这一带 就是西部 这一带 它是一个防区 那么第五防区 就是说 巴掌西以北 然后这个 叫后龙溪 以南 然后台湾山脉的 这个中部 西部这一带 台中 以台中为据点 这一带 它是进行这个 以为第五作战团 那么 接下来呢 大家来看看这个 大的这一张地图 那么 它在 外海呢 它就是说 基隆港 它这边 布防的是 131 边防舰队 这一带 到时候就是说 我在下一期的 视频当中 也会告诉大家 就是东北 东海舰队呢 它如何在这一带 防住冲城 跟 横须贺 下 就是南下的 这个 美日军队 如何防 看到没有 这个是 基隆港 那么 再往南呢 它是这个叫 苏澳港 苏澳港 苏澳港它的外海 它是 168海防舰队 主要就是以 这个防止 它为什么这边叫海防 边防呢 它是就是防止空降 我军的空降兵啊 就是说从这边登陆 因为进攻台湾呢 台湾就是说 这一块是最难啃的 最难啃的骨头啊 就是基隆 新北啊 就是说 还有这个桃园啊 新竹 苗栗啊 就是这个 后龙 这个叫后龙溪 对 它以北这个地方 是最难啃的骨头 到时候就是说 不会重兵 来进攻这个区域的 这个区域就是 跟它来牵制 那么重兵 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呢 它有一个 薄落的环节 也就是说 这个宜兰县 宜兰县这一带 和平西 宜北 宜兰县这一带 它是一个 非常薄落的一个环节 因为呢 台军它以前 就是我国呢 没有这个 解放军 没有这个 山东舰跟辽宁舰的时候呢 它所有的这个部方 大家看到没有 全都是围绕的 这个台湾山脉 以东的这些方向 对吧 它的所有的这个 炮兵啊 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 炮兵战斗机群 机械化部队也好 空降也好 它都是 在东部这个 东部这个区域 那么 有了辽宁舰之后呢 辽宁舰是不会 辽宁舰比较成熟 它的兼实物战机 辽宁舰呢 会是在 这一带 台东外海这一带 看到没有 台东外海这一带 台东外海这一带 就是包括航母编队在这一带 向这边空袭 发动进攻 然后就是说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那么这边呢 巴士海峡这边呢 是 巴士海峡这边呢 有很多这个潜艇啊 会在这边警戒 就是说 澎湖 澎湖啊 澎湖 这一带 它有一个 这个 它的水温条件 非常的复杂 水温条件非常复杂呢 非常有利于 我军的这个潜艇部队 在这地方 在这一片 就是 布防 布防 就是 也可以布雷 也可以这个 发射这个 前射 前射导弹啊 不一定是弹道弹 弹道弹 这个距离太近了 这就是前射 军航导弹 这一块 它都可以放 包括鱼雷攻击它的这个 一二四 驱逐舰队 登陆舰队 驱逐舰队是干嘛呢 就是 打那个飞机的 打那些导弹 它这个驱逐舰 它的这个 基地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俄逐舰 这个地方 高雄港 高雄港 它是这个商业港 就像上海的一样 它是个商业港 商业港 所以我这边 就是不有利于这些军舰 在这个地方待着 它就是控制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是巴士海峡嘛 还控制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大家看 一看就一目了难了啊 台东地区 整个台东地区 它的这个防卫 是相对来说很薄弱的 所以说 现在有了航空母舰之后 以及这个新型的 那个登陆舰 叫什么 我忘了 大型登陆舰 它不适用于 这个海域登陆 它是在这个 外海这边登陆 那么 大家仔细来看看 这张图 那么我军的作战思路呢 它有一个 在中央军委里面 在所有部队里面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把台湾 分为这个台军 分为这个南北 两个区域 重点就是在 这一条 这个地方 浊水溪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 这边 这边的桥梁到时候会用 弹道导弹 或者是火炮 炸掉 把他们 把他这几个大桥 全部给他炸掉 然后呢 炸掉之后呢 然后就是空军 在这个高登地区 海天市这一带 就是进行空降 然后是轻型坦克部队 控制这一块 下个视频 我会讲到 控制这个 把他这个南北 切个掉 看到没有 南北 把他切个掉 那么 彰化至高雄 彰化至高雄这一带 彰化至高雄这一带 它是这个 有一个广阔的平原 平原地带 大家可以详见这张图 地形图 打仗时候都要用地形图 它这个地带 它是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原 适合重型装甲部队 登陆作战 就是从这个地方登陆 以澎湖到时候 拿下来之后 澎湖拿下来之后 迅速会步防防防空导弹部队 然后周桥部队 也会在这边集结 然后开始在这个海域登陆 在南部登陆 然后在北部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珠水溪那个那一带 珠水溪看到没有 在这一带 这一带就是彰化 从这一带开始推进 重型99A坦克都可以用了 99A坦克在这个区 是发挥不了作用 这个区必须是清型坦克 空投那种清型坦克 清型那个自行火炮 就是这边 因为你控制山区之后 你那自行火炮就可以流 流弹炮 可以从上往下开始发射 就是往 整个就是往西推进 这一带它的防御非常薄落 它的第二 防卫作战区 它是非常的薄落的 因为现在有的辽宁舰 包括这个大型登陆舰 还有这一带就是没什么问题 进攻下来就是往这一带 因为台独分子的据点 主要是就是这一带 台湾南部地区 这个到时候是重点 以右沟拳过来 重点进攻的这个区 就是这个区 北部呢 这个区 这个区是最难啃的骨头 而且能源密集 你把它 你不能用那个火炮吗 狂轰滥炸 这个地方是不行的 台独分子 你把它狂轰滥炸 都无所谓 台独分子 把它狂轰滥炸 但这个地方是不行的 这个地方一定是有特种作战 无能机以及就是牵制作战 这个区应是牵制作战 外海发射导弹 那么台军呢 会在这一带 这一带 这一带 就会用那个扫雷 就是那个布雷剑 放那个水雷 放水雷 他说我 我就呢 有几十艘这个扫雷剑 这个倒不担心的 然后就是 把这一带拿下 基本上 台独分子大本应拿下 基本上 这边只要进行这个政治攻势 政治宣传攻势 然后台中这一带 也就是说比较难进攻 就是等这个重型 重型装甲部队突防到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一带的这个空降兵 以及这边登陆的 这边登陆的这个陆军 把它这个 就是从包围圈 一个一个一个包围圈 连成一个片 然后再像 在这个山上建立起这个 自行火炮的这个铝啊 尸啊这一块 就往下进攻 然后把台中这一带 到时候会有这个 我会详细讲 就是怎么把它拿下来啊 所以说基本上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啊 台军呢 这些部队呢 它是以这个防守啊 以这个防守为主的 你看得出来 它所有的这个部队番号 它都是以防守为主的啊 所以说 这个 至于它的海军兵力 和空军兵力嘛 这个 大家在网上查查 都能查得到啊 这边我就不做这个延伸啊 大家可以查 有它多少个炮啊 多少个飞机啊 多少数舰船啊 一查就查到了啊 那么 所以我就说 军事作战的时候呢 它进攻 它不是下来的 它是以 就是摸清楚 你的这些防区 就是说每一个兵种 你要怎么样去 协同配合 这个战术 具体怎么实施啊 这都是很有讲究的啊 就是它进攻 都是以 进攻它的这些 作战防卫 防御区嘛 因为台湾它 称不了战区 中国它是能称为战区 大家 我在这边 给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说 中国 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习近平上台之后嘛 他为什么要搞这个战区啊 就是说你五大 你原来的七大军区 对吧 这是属于防 防御型的这个 动作 包括 就是你的这 以前的海军 它属于是这个 近海防御型啊 现在变成就是 远洋进攻型 那么远洋进攻型呢 你也要就是把 所有的七大军区 给它重新整合 变成五大战区 五大战区 战区就是要对 就是对外意味非常浓了 对外意味非常浓 所以说 台湾呢 就基本上它的这个 防卫部队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可以 再仔细看一看 就是到时候呢 这些地方呢 早就已经被这个导弹 不管是战术导弹 还是战略导弹 都已经瞄准了 包括这些火炮 那解放军 它还有更加详细的地图 这边的话 反正我是手上是没有 也不可能给我 这属于是这个机密 绝密了 也不是机密了 那么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看这个地形图呢 其实我和大家来科普一下 就是 你地图和地形图 是两码的事 地形图属于是机密 在你们每个 比如说你是县 你是市的 你是在镇的 在你城市 你每个街道 包括这个镇 或者县里面 市里面 省里面 都是控制在当地 这个行政主管手里 至少说这些 只有这些常委啊 他们可以借阅 看到这些地形图 如果说你这个地形图 随便给外人看的话 它属于是这个违纪的 因为地形图 什么叫地形图 就是说 这个呢 也可以就是你看 这个左下角 这里呢 也可以称为地形图 但是这个是粗略的 那么 真正的地形图 它是这样 比如说你那个小镇 你看上去是一个平原 是个平地 但是 可能你那个镇 北部它是高 南部大概 一到两米左右 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地形图 它会给你画出来 还有这些 当地的水温条件 气候条件 河床的这个宽度大小 它都是 还有就是说 有什么丘陵啊 这些东西 它都是给你标出来的 就是军人作战呢 它不会说 我去 要去解放台北 我要去打台湾 比如说 它都是有代号的 比如说 台湾我称为T岛 台北我称为T市 T市 然后比如说 你这个什么区 我称为C区 C区里面 多少 几零几阵地 几零几高地 山地就是高地 几零几高地 几零几阵地 然后呢 带上这个 军事地图 军事地形图 就是间谍 一开始搞到了 这个军事地形图 包括这个 配合卫星侦察定位系统 以及这个无人机 现在就是无人机 它是 也属于是陆军单兵作战 一个 就是 基本上每个部队 它都有无人机的 彩虹的这种 就是上次 伊朗去炸 那个沙特 那个油田的 那个东西 它很厉害的 然后 就是说 你到了每个地方 你通过这个坐标 我们这边都是东京多少度 是吧 北纬多少度 就是你到了之后 就是 我一对这个指南针 还一对这个坐标的 是这个东京多少度 北纬多少度 OK 我就知道是这个地方 因为你打仗起来呢 你需要用到无线电 无线电的话 你 他们会有这个监听的 你要用这些代号的话 他们就搞不清楚 而且部队的话 它也不会什么叫 多少多 多少什么什么部队 什么什么 直接就叫什么名字了 什么福建军区 什么 它不是这样叫的 它都是以这种番号来叫的 番号来叫的 所以说 这个真正作战起来 就是军人的看的这个地图呢 和老百姓看的地图 是不一样的 本身部队里 它就是划分这个战区的 战区地图 然后这个会标出一些地形 所以说打仗啊 它也是一门艺术 从内到外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非常就是讲究的 就是现在战争越来越 依托情报的支持 如果你没有情报的话 你这个战争打起来 就是瞎子摸象 一页账目 就是很难打 好吧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析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有 我觉得说的我还可以的 或者觉得我还是 有点小小的辛苦的 请大家点订阅 点赞 好吧 谢谢 那下一期再分析 如何进攻台湾 因为你进攻前 你肯定要摸清楚 它的这个守备嘛 以及这个战区划分 谢谢各位